三色台焦高温过油 锁住亮丽颜色 去精切薄片的牛蛇下锅酥煎 爆香蒜蓉豆豉橙皮 再加牛蛇回锅拌炒 经典粤菜 齿焦爆牛蛇好吃的秘诀有余佳 先把牛蛇煎香了以后 要开大火炒 然后才会香 36岁苏全辉 13岁就入行进厨房 五星饭店历练超过20年 不到40岁就晋升百万主厨 现在的话可能休假是比较少 月休四天左右 我就是看一些食物科学的书 找到一些理论 缺土石器磨出扎实底子 还把广东名菜炒鲜奶做加工升级 松露冷油配鲜奶拌炒 没滚锅一次就多一层固态雪花 锅子要热然后油要冷 就是不能让它过熟 刚好所有都要先炒起来 很有创意的一道菜 鲜奶的那个味道很香浓 然后蛋白的口感也不像我们平常自己可以料理出来的那种蛋白的那种感觉 月室大菜外还把天鹅鲸鱼刺猬这些可爱动物全都入菜 它特地就是塑造成鲸鱼的形状 其实还蛮让我为之惊艳 刚拿起来端详了它一下觉得 我要咬了它的脸 双北风光尽收眼底 业者美食搭美景 抢购高楼餐饮商机 东森财经新闻江明星沈玉腾新北报导 可以再帮我吃一道 没有关系